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來到西貢 西貢這個地方很有趣, 因為很多人都會來過 但是又沒有什麼機會仔細地走 因為你來的時候, 都可能來到這裏 就會轉車、轉船 又或者在這裏就開始行山、游泳、滑水 但你又真的沒有什麼時間在這裏 會逛逛西貢市 所以今天就逛逛了, 因為下午就來到西貢市裏 就去逛逛, 有什麼好地方可以逛逛 其實西貢也有很多食肆, 還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我這次就特意去看西貢的《Hong Kong Wars 2001》 因為有很多壁畫, 或是叫Rafety 的畫家 他們就在西貢的牆上畫了不同的畫 這幅作者就把西貢的英文名字噴上去 還有加頭牛, 都是挺有趣的 這幅很有趣, 像有很多圖蝦多 顏色又鮮艷, 很開心 真的很棒 這幅真的顏色豐富 不過全部都是中文字, 但我總是看不懂 對我來說就不太好 不過有它的意思 這個作品的藝術家Carol 他用了感恩來做主題 另外他用了花, 讓每一個行經的人 都感覺到珍販和古墨的人 這個作品的街頭藝術家 是一個日本人 他用了一條魚, 一個女人 和一個菊花 來象徵日本軍拳祭的象徵物 來作為壁畫的表達 也是很漂亮的 其實這幅都很漂亮 你看到貓頭有雙手 有魚, 有花紋 其實要慢慢觸摸才知道是甚麼意思 但真的很漂亮 而這幅我真的很喜歡的顏色 相當正 一條白色的鯨魚 有很多不同的花紋 很棒 而且這幅是很容易用的 一筆一筆很細緻 而這幅真的十分為愛用的 一筆一筆很細緻 一筆很細緻 一筆很細緻 我覺得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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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幅我最喜歡的 這幅我最喜歡的 因為它是牆長大 顏色很大,顏色很豐富,還有公仔很美,眼神很銳利 下面的蔬菜精靈也很有趣,樣子也很可愛,很棒 而另外一幅是酒店隔壁的一幅場,畫了很多建築 原來我發現它在長洲都有類似的作物,很可愛 看完壁畫,我就想帶大家去另外一邊放風,或者放空 其實在公眾碼頭的左邊,一邊沿著海邊走,就會去一個停車場 其實在停車場的旁邊,是有一個很好的海堤 是讓大家一起休息的,我看到有些朋友在釣魚 有些在放風箏,有些在休息,看書 如果不想曬的話,可以在裡面有一個遮陰的地方 你可以去到休息,也很棒 在那邊可以看到整個西貢海,也很棒 如果再走過一些,去到另一邊,就會看到另一邊的風景 那邊有些人在當中會租船玩,或者在當中會爬艇 我看到有些人在游泳,也很棒 這裡真的可以坐一兩個小時,可以慢慢休息,也很棒 我希望大家可以坐一邊 我希望大家可以坐一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